如果家长发现小孩有一次发展迟缓的状况 除了可以就医治疗之外 Lujo Key的同心园 他们也提供了免费的相关服务 希望能够给家长支持和力量 让孩子们发展得更好 如果你在教养小孩的过程中 遇到许多的困扰 或是觉得小孩可能有发展迟缓的状况 除了就医治疗之外 现在也有据点提供免费的早疗服务 举例是跟一岁的时候可能还不会走路 或两岁的时候还不太会讲话 或者小朋友的情绪或者教养上面 家长觉得有困难的话 经过我们的访谈 或者就是我们就认识小朋友之后 确认说他其实在发展上 确实是需要开始进入到 这个早期介入的服务的时候 就可以来申请 那因为我们的服务呢 就是唐诗人基金会 就是跟长根基金会 就是有做一个合作 所以就是使用我们据点的服务 是不需要费用的 和其他机构服务内容不同的是 据点会以家庭为主 而且注重社区的融合 希望透过陪伴和练习 让家长和小孩都有所进步 这个卢州的据点呢 是我们是服务 就零到六岁 就是有疑似就是发展迟缓 或是发展迟缓的小朋友跟家庭 我们的据点呢 可以提供他们就是个别的服务 跟就是团体的经验这样子 那我们着重在于就是社区的融合 还有家长知道如何在生活中 去带领小朋友 然后陪伴他们的练习 让小朋友自然而然也开心啊 很健康的就是生活 然后跟慢慢的进步 只要是居住在卢州区 家中有零到六岁 还没有就学 有教养困扰 或是疑似发展迟缓的状况 都能向据点洽询 在透过访谈之后 提供适当的协助 记者高新峰 林景瑜 陆秋采访报导